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2023年的3月到5月 美国正面临一连串的中小银行的倒闭 第一家倒闭的是Silicon Valley Bank 接着是Signature Bank 接着大家更吃惊的是一个拥有84家分行 骗其全美国八个州的First Republic Bank 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担心 美国的银行倒闭风潮会不会形成一个风暴 后来变成是几家大银行 由美国的财政部联主会各方面出面 由大银行一个一个并购 Johnny Allen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今年的4月 大家不关心财经的问题 关心其他的事情的时刻 今年4月美国又有一家中小型的区域银行 宾州共和第一银行又倒闭了 因此有好几个专家开始查 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美国因为最新的科技的发展 不管是AI Zoom那种 但是对于商业办公室大楼的需求 大幅下降的结果 很多的商业房产 他已经比银行当时贷款给他的钱 也就是他的市值 比贷款给他的钱来得更低 所以很可能这几个商业房产 都很可能变成坏账 所以大家认为在高利率的状况之下 这些公司最终就抛售掉 就不要这些房地产了 而一旦他不要这些房地产 会形成什么情况里头呢 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经过调查 非常准确有282家 非常集中在4000多家 美国中小企业银行就有4000多家 其中的282家不是22家 不是28家 是282家的中小银行 因为他们业务过度集中在 这些商业的房产的贷款 所以他有可能会带来 新一波的中小银行的倒闭潮 那你如果是倒三家 你可以找JP Morgan 一个一个任养 倒282家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将是美国未来经济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拜登完全忽略 只注意他自己选举 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隐藏的炸弹 美国是地球上拥有最多银行的国家 大型银行机构除外 中小型银行就高达4000多家 是欧盟27个成员国 把境内中小型银行相加之后 都无法弃及的天文数字 而这个贷款机构 数目世界之最的国家 正迎来新一轮的银行风暴吗 美国知名金融分析顾问公司 Clarus Group发布最新报告 警告全美4000家中小器银中 有282家因为业务过度集中商业房产贷款 加上美国始终处在高利率环境 双重威胁夹击下 导致这些资产不足 1000亿美元的中小器银 在账面上背负了大量坏账 因而面临沉重经营压力 报告内容进一步指出 尽管这些银行的账面状况 尚未恶化到资不抵债倒闭的严重状况 但初步估计美国利率在这几年来 大幅上升 让这些银行总共面临 7000亿至1兆美金的未实现损失 因此估计最快在今年底 可能会先有150家银行 因资本适足率低于 监管单位要求的临界水位 而导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必须介入监管 2024年4月 美国出现今年以来 首家倒闭的中小型区域银行 总部位于宾州的共和第一银行 放弃与投资人进行融资谈判 宣布倒闭 宾州金融监管单位随即介入 并谈妥美国金融控股集团 富尔顿出面救火 全面接管该行位于宾州 纽泽新州及纽约州 32家分行 并承担其60亿美元资产 13亿美元借贷及其他负债 共和第一撑不下去的原因 是利率上升严重损害 银行资产价值 并导致信贷坏账暴增 这也让市场不禁想问 去年春天的那场风暴 又要上演了吗 增加了击撤 去年三到五月 短短两个月时间 从矽谷新创企业借贷首选 加州老字号银行 Silcon Valley Bank 到纽约商业银行 再到业务遍及 全美八州 共计84家分行的 First Republic Bank 三家高知名度美国中小器银 不约而同在美国 启动升息循环 届满一年之际 宣布破产倒闭 尽管最终 都由美国联邦存款 保险公司介入监管 当中银行规模 最大的第一共和 更是顺利找到新买家 改挂摩根大通招牌 重新营育 但三起事件先后爆发 加上今年又有 区域性银行倒下 无不凸显出 联准会严重低估 自2022年3月 启动暴力升息 共计11次21码 让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自去年夏天后 始终维持在5.5% 这个40年来新高数字 带给美国银行的压力 有多沉重 You think about the whole dynamic last year I was describing it as an unstable equilibrium where the household sector had termed out their debt really wasn't at risk or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e rate hikes 同样是在大广资金业市场 但是你还有这一整个动静 就是资金系统 在1980年最深的资金系统 在1980年 资金系统是在小企业 实贷市场和国家的资金系统 今年3月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赴众院 进行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报告时 清楚表明 联准会当然明白过晚降息存在怎样的风险 也清楚知道美国高利率环境造成的房地产坏账 会导致银行倒闭 但强调联准会一再积极介入 努力避免去年事件重演 但市场上仍有忧心言论 甚至是害怕40年前1980年代的处代危机 卷土重来 这真正的比较是1980年 当 Volcker created this deep, deep inversion of the yield curve that essentially started the chain of events that wiped out the thrift industry savings and loans, right? and they were 80% of mortgage credit at that time so that deep yield curve inversion w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hey were being disintermediated by money market funds at the time so even as the curve normalized they couldn't raise money and earn their way out of all the losses they had on assets that they'd already purchased and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regional bank situation now 当时美国银行并未提供房屋贷款 为了协助低收入者融资购物而成立的处代机构 在全美共有近4000家 时任联准会主席沃尔克 就跟现在的鲍威尔一样 为了打击美国高通膨 连续升息寄出重权 且是一股作气升至20% 因而导致这些处代机构 所乘坐的固定利率房贷价值大幅下降 但同一时间资金成本也大幅攀升 导致必须支付更多利息才能吸引存款 当中形成的庞大利差 最终令这些处代机构产生大量亏损 中置无力偿还 共计1000家宣告破产 并花费了美国纳税人 逾1600亿美元来收拾善后 美国中小西银行现在的总资产规模 与美国最大商业银行 摩根大通旗鼓相当 均落在3.2兆美金 投资市场如今都在观望 联准会会不会因此为7月启动降息循环 打开第一闪窗 购物相当 竹鼓相当 我需要 码